吹不跳 吹得鞋雷流 三大金魔球 浩瀚回跳 我这样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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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了一周了 我还泡在周深的二锅头里 言少自卑却逆袭成名 上帝封印了他 也轻握了他的嗓子 空灵的声线如天籁之音 风格百变包容万物 一声二锅头 便让网友瞬间上头 他就是人间百灵鸟周深 一周了 我还泡在周深的二锅头里 天赐的声音 22年周深的第一档殷宗官宣 便引发了众多的粉丝 欢呼到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被网友评为殷宗明灯的他 也不负众望 评出新招 引领大家一起 印证了神武书中的神武多样性 周深的多样性 第一期 携手康姆士乐队上演 天使与魔鬼的嗓音碰撞 一闪一闪亮晶晶 挂在天上放光明 穿越星际的嗓音 和见证人间烟火的嗓音的相遇 空灵与质朴的融合 相互衬托 交织出的乐章 却异常的和谐 第二期与摇滚教母梁龙 一起上演了东北乱顿 算你狠 花枪 细枪 方言rap 周深嗓音 包罗万物 整个表演随性洒脱 又堪如一台舞台剧 周深的空灵 与梁龙的独特畅僵 碰撞出有趣的化学反应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算你狠是真的很 乐平人也不禁感叹到 周深将原版 屡战屡败的情绪 通过以毒攻毒的方式 抽离了出来 够狠 够绝 够碰撞出一个天雷地动火 周深在编曲中 融入了魔性的笑声 你的歌声里没有酒 我却醉得像条狗 在与怪异出名的 二手玫瑰的主唱 梁龙合唱 周深的融合毫不逊色 完美的配合 除了上头 还是上头 年少自卑 周深出身于湖南 少阳县的一个贫困家庭 男孩的成长一直纠缠着噩耗 跟其他的青少年不同 周深的声线一直停留在童年的时期 因此他也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异类 周深无比的自卑 对自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为什么我的嗓音 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呢 步入高中的周深 因为嗓音一直处于满满的自卑当中 直至一次校园歌手比赛中 独特的嗓音为他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和欢呼 这使得周深第一次接纳了自己的嗓音 也坚定了他对音乐的热爱 出路锋芒 通过中国好声音 走进了大众视野的周深 迎凭首秀 欢言 就获得了导师们的高度好评 奈因对此惊叹道 你唱得比女生还要好 杨坤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拥有一种跨越年龄 跨越性别的声音 伯乐赏识 视野升温 在好声音节目上露像 让周深遇到了他的伯乐 高晓松丝毫不掩饰对周深的赏识 为他写了个人单曲《玫瑰与小鹿》 同时还带他认识了隐约和前雷 这才有了之后爆火全旺的大鱼 事实上 趁火了大鱼之后 周深也成为众多国产ACG的首选歌手 在亚洲新歌榜2016年度盛典上 周深演唱的《玫瑰与小鹿》和《大鱼》 实力圈粉不被定义 天生沙雕与怼粉体制 使得周深频频出圈 在早期的采访中 主持人问到对粉丝频频吐槽 头像的行为做出回应时 周深夸张到 少管我 面对如此的快乐源泉 生理纷纷称 爱得越深 怼得越狠 除去性格加成之外 周深的圈粉属性 还来自其罕见的音乐包容性 以及在流量面前 还是靠作品说话的坚持 面对如此才华集合体 众多当红的音乐综艺和主题曲 也争先恐后地向其抛出了橄榄枝 世界睡眠日主题曲 睡个好觉 人民检查概念曲 我的答案 在娱乐流量面前 周深还是将自己的音乐 选择更多地放在现实题材上 以自己的嗓音的唯美 去诠释温暖 去填补大众更多的现实压力 行走的乐器 天籁之声 灵魂唱将 每一次亮相 周深都会在大众面前 刷新自己的标签 天将将大任 于斯人也 在追求音乐的道路上 周深一直是坎坷的 即便如此 他也一直坚持不移的 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梦想进发 风雨过后 总有彩虹 等待他的是更加绚丽的音乐世界